如果发生战争啊 这五样东西才是硬通货 说关键时刻呢 能救你一命 保你一命呢 那一点也不为过 这个视频呢 你最好悄悄的收藏起来 万一哪天呢 用上你也不后悔 一旦战火纷飞啊 什么东西最有用 房子钱不满你说啊 这两样东西呢 最不值钱 钱就是一个废纸 但一下这几样呢 你可千万要听好记牢了 那第一呢 就是药品 比如说止疼药 消炎药 甚至感冒药 那个时候呢 那可是战争的时候呢 可是一个好东西 那第二样东西 就是你猜不到啊 那就是手电 打荡的时候呢 晚间肯定会断电 因为明亮的一个灯光呢 将成为轰炸的一个目标 照明用的手电 包括蜡烛呢 这些都是一个紧俏商品 记者呢 买手电的时候 千万要买那种充电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 电池呢 一样非常紧俏 那第三就是盐啊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人没有它 完全是不行的 那第四样 就是饮用水和食物 这个我们也不用多说 战争一起啊 超市里面的食品专区呢 肯定呢 瞬间会被扫荡光啊 但是你要记得 多备一些干粮 那种能放得住的东西啊 当然你可以选一些罐头了 什么还有压缩饼干 家里呢 尽可能的储存足够多的水 因为水厂里面的水泡一停 供水系统呢 马上就会瘫痪 没有水呢 大家绝对是撑不过三天了 那第五就是白糖啊 平时呢 白糖只是一个调味品 但暂时的时候呢 白糖你是可以拿它来 当做主食来补充你的能量了 现在呢 国际形势非常的复杂 世事难料 如果战争响起啊 老百姓呢 也要尽可能的去避免交战去啊 除了这些 你认为还应该准备些什么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